胡媽舟長麥克彭博化身失控哥 彭博先是限制吃了會導致肥胖的反式脂肪 但我們不在素食店用餐所以沒說啥 接著彭博又突發奇想限制食品含煙量 但我們只有胡椒所以也沒說啥 緊接著彭博又限制捐獻食物給流浪之家 幸好我們不是流浪漢所以也沒說啥 再接著彭博又干預了寶寶營養配方 因為他希望所有的寶寶都吃媽媽的母乳長大 還好我們不是新生兒所以也沒說啥 又接著彭博限制了醫院止痛藥品使用 還說窮人們可能會有點痛 就暫且忍一忍吧 現在他又打16盎司汽水的主意 P-Po每個人都得買兩罐 真是可惡 紅波市長 接下來你還想幹嘛 不如 嗯 禁止所有的車開上街頭如何 畢竟走路比開車來的健康嘛 你認為彭博是不是應該停止失控 並少管大家的私生活 留言告訴我們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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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